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是不是演员 您是演员吗 我是演员 哎呀 是演员 你问他哪年合作的 对 你得这样 那你哪一年给我 这个演员不一定不是导演啊 演员现在导演多了 你是别打岔 那个你哪一年给我合作的 十九一天 狡猾呀 那你给我合作的那部戏 最有影响那部戏 是农村戏 是农村戏吗 有当演员的前置 你们感觉到了吗 你是四个问题 对吧 你是山东人吗 您是山东人吗 你站在那 你不帮帮少林 他已经两拨猜不 不是 他怎么听我的 我都说把缩小范围吗 不是山东人 不是山东人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 最后一次机会了 沈阳人呢 不是 完了 完了 我猜不住了 完了 是不是 现在还是张国强 张国强 三号房间中 是不是张国强呢 让我们一看 是不是 这是张国强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哈 打坐了 有请刊金莲 王思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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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 spor еб 王思义 著名演员 曾在电视剧《水浒传》中 成功出演潘金莲一角 而被观众熟知 而她的演艺生涯 和张绍林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天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 她没有将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这两个是冤家对头 在我们戏里边是仇人 那个时候演《水浒》之后 你很小吧 二十岁 有二十吗 十米岁了 二十岁 一开始不是仇人 一开始她喜欢 二郎 她那个不是 这是她嫂子 她不会有什么邪念 这个王思义 她很努力 她那个时候 一言个来讲 那时候还不是个演员 她是个模特儿 我那个《水浒传》的 宣男演员是这样 就是说男的见到嫉妒 女的见到这个东西 动心 反过来 你也要先这个拍净脸是什么标准呢 凡是女的见到就嫉妒 凡是男的都都是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就给你透露个秘密 我叫她 所有的人都是坚决要求来 她说她不来 我说为啥呢 她说后来 张少林导演把我捧火之后呢 有一部戏 那个 这个让我去 后来因为公司 跟他们没谈拢 我肯定把张导得罪了 她不一定喜欢我去 我说少林没那么小心眼 她说那你还是打听打听吧 后来我就 我就骗她 我说我问了少林了 她不介意 然后她说 要不介意 那我就去了 您还有这事吗张导 有这个影子 你是不是给人掉脸子了 什么的 做点风凉话啥 我就害怕导演不喜欢我了 那时候导演找我去 我没能去了 后来导演对我有意见 我从别的导演那儿 听到了之后 我也很难过 后来有几次 我知道我爸妈妈 跟导演聚会 就是我也想去来的 但是我觉得导演 会不愿意看到我 我觉得导演多了 导演讨厌我了 不是 所以我就不敢去 不是 王思宇 那个后来名气 越来越大 有的人就想 让他出去一个场合 露个面 走我的后门 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 我说我有个朋友 有个电视台 有个什么活动 你出去 他那个时候 是有个公司管着他的 我不懂得这个公司 和演员什么关系 他说 我的公司 要请示我的公司 我当时是不高兴 你看他哭的 这是你的孩子 你真的是 不是 你见证了今天这一刻 后来和王思宇就没有什么隔阂了 这是我们寻找一个合资机会 还要合作 你没隔阂 人家心里难受 我有这个担心 所以我那天专门请他吃了一个饭 花了好多钱 到时候你得给我报销 我就是探查他的口气 我一聊到你 他眉飞色 我都非常兴奋地讲你 讲海丰 后来我就给海丰又打了个电话 我也给你打了电话 我说没有问题 因为万一到一块 他要真是 比如说他有隔阂 我也不知道人家就有啥隔阂 对不对 结果我一看 他根本就没有隔阂 不是 当时 说实话 当时我很恼火 我觉得我这个导演捧了他了 他出名了 我找他 他不来 我就觉得特别没面子 或者时间长了以后 在朋友那儿没面子了 时间长了以后 我就理解了 因为 因为 因为海丰今年 这个 我记得 他选他的时候 也是 我们也是全国四个副导演 导演组 在全国找 找这个潘金莲 没有一个理想的 就那天 他 我们一个天津演员 带着他和他妈 到那个晚上到剧组去了 说 张导 我给你带来个演员 你看 我带谁啊 潘金莲 我这一看 王思宇那个 一推门 王思宇一出演 我第一演一看 我就心里 我说就他了 特别光彩照 年轻 漂亮 纯正 纯紧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水浒传的那个潘金莲 不是传统的那个潘金莲 一来就是坏女人 就是那个 一定是一个良家妇女 我记得你谈过那个理念 就一开始大家一定要看上去是个好女人 是个好女人 是个良家妇女 所以一对点演 一对点表现 他最后走向犯罪的深渊 但是他那个形象一开始就要人喜欢 对 他就具备 他那个一个是年轻有朝气 我就跟他说 我说王思宇啊 你这个戏你要给我演好啊 你不演好我要换你 演好了 你一夜成名 他说这个一夜成名是个什么概念 他都不知道这个一夜成名 完了他在我们剧组 他的筹金才拿了四万五千块钱 好像是 那个年代可以了 四万五千这是高了 他们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凯冯拿多少钱 肯定不到这个数 肯定不到这个数 完了以后 完了这个戏一播 好像有一个广告 六十万找他拍广告 哎呀 一夜成名 一夜成名 他在离酒 一夜成名 哎呀 你看看 我们找了当年啊 水浒传中他们俩的最熟悉啊 大家可以看看 二十年之后啊 我觉得 你们这水浒的人都是不老啊 对啊 这一个一个都还那么年轻 我们今天都已经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来看一下 完全是因为真的动心了 而不是上来就想杀人 所以其实当时张导发现你演了这部戏也改变你的命运吧 是 你当时是来到天津是拍戏吗 对拍戏 我们到了天津之后呢 就听说中央台水浒传这个剧组在招演员 等我戏快拍完 那一戏大概拍了有大半年 完了之后说水浒传还在招演员 我说 我说这什么组呢 我都拍了半年 我戏都拍完了 怎么还在招演员呢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组这么这么大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戏拍这么这么长时间 你有没有觉得 哎呀 演这样一个角色 他那时候还没 还不自信 他就要见见导演 那个导演认同不认同他 我看了以后 我说就是他 但是我跟他也那个要求很高 让他这个提高 学做很多的家务 每天这个表演 是吧 李明奇老师就带他 给他讲一些表演的知识 表演一些那个 其实是因为做家务做特别多 他跟伍达 油馒头 每天在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去的食堂 去揉面和面 怎么做这个催饼 每天在做 每天做 就必须得煎脸会 是吧 这不是假的 后来就帮忙 只要是中午跟晚上 傍晚的时候会上午 反正中饭跟晚饭的馒头 很多都是我跟这个 直接就给做了 直接做了 直接就给剧组大伙吃 因为这个张少林 当年我们排戏的时候 他经常会 在剧组弄一个食堂 然后就是带着大师傅给做饭 这个大伙说 这个能不能吃的好一点 增加点什么肉什么的 这都得找他商量 那个时候就是导演 一个人说了算 什么都是导演说了算 但是我觉得这部戏 说实在的 成功是成功了 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让我演 新闻庆 两套张老师的作品 送给他们两位 谢谢 谢谢 二十年后 你们三位合章影吧 好 好不好 二十年后 来来来